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丁间定一握 时隔五年多习普莫斯科在会情况却有点尴尬 因为握战争让普丁变成国际形势法院通气犯 但习近平不甩外界风风雨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和俄新社网站 发表题为《戳力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 共同发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行前习近平强调中俄情比金奸 说反俄行是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 对国际反俄声浪充耳不闻 也完全把乌俄战争抛在脑后 这场世纪习普会二十号登场 二十二号结束 第一天习普将在非正式晚宴单独对话 第二天两人将展开马拉松时会谈 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 预料将签署两份重要文件 根据华友报道 习近平访俄让普丁世纪大阵 因为中俄抗美的新世界秩序 俨然成型 18号日本共同社英文版引述 华盛顿交集 表示美国已经证实 中国弹药多次被用在乌俄战争 是由北京交付给俄军发射 华府正在搜集证据 一旦确定中方将遭欧美等多国制裁 这场习普会是习近平的政治豪赌 老习全面梭哈 也测试习普两人的有益极限 今天新闻要绘文 蔡熊曼报道 想看更多精彩新闻内容 请订阅按赞靖新闻 并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